我的角色叫何塑儀 然后她是一个社会的新鲜人 家里很有钱 所以可以称得上是富二代 她很想要去证明自己的能力 但是在证明的路上 因为太过用力 所以会显现得有点笨手笨脚 然后去遇到了很多挫折 是谁去跟客户他妈妈说欠了六百万啊 何塑儀 个子不能为谁要讲几百遍啊 她是整个剧里面最不缺钱的一个角色 她背负的是可能亲情 或是她背负的是对这个世界的无知 对工作上的渴望 我觉得这是她自己身上所背的债务 对了 妈 我明天飞巴黎哦 那我们再联络哦 至于何塑儀来讲 她是缺乏了妈妈这一方面的爱 跟她缺乏了家庭上面的感觉 但是美真姐给了她这个感觉 让她有那种心动感 但是年轻人嘛 所以可能误解了这个心动感 我觉得一场戏我特别印象深刻 就是跟美真姐在国标舞教室里面 都把心里话讲出来的那一场 美真姐你知道吗 这是我第一次跟美人讲这件事 因为情绪也很重 我觉得遇到像美真姐那么厉害的演员 我必须保持安静 就是不能打扰她的情绪 但同时要保持我自己的情绪 我觉得这件事情 是让我很印象深刻的 那到最后这场戏也拍得很顺利 所以我那天其实很开心 我觉得何索儀遇到问题 就是很多年轻人遇到问题 就是很想要证明自己可以 但是有太多事情 是我们从来没有预期过的 就是希望透过何索儀这个角色 可以让一些年轻人看了之后觉得说 其实不是只有他自己一个在辛苦 然后也希望何索儀的笑容 是可以温暖这些年轻人